花莲县环保局争取到花东基金 补助了1亿3500万元 地方配合款5000万元 在2019年底改建国防部 花莲明德营区废弃的建筑物 历时了两年多 25号正式了启用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作为环保局新的办公厅社 以及推广环境教育的场域 而未来会陆续的引进软硬体的设备 希望让这个地方成为环教的基地 有鉴于花莲环保局就有办公厅设空间不足 建物已使用45年 环保局于2011年接管花莲市中美路上的国防部 明德营区 花莲县府争取花东基金补助 1亿3500万元 地方配合款5000万元经费 历时两年多 花莲县府将环保局与环境教育永续中心建物整合 25日举行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落成启用即花莲永续展开幕典礼 这一个工程总工程会 赢你3000万 从民国108年开始花莲 标了14次 流标14次 到了109年的12月 环保局说你12月在标不出去抱歉 那经费他们就要收回来 他说让我很紧张 第14次12月25号 剩不到一个礼拜 终于标出去 终于解标 把行政按教协合委为 一个计划 来向国外会申请 这个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这样的一个十次计划 把环保局的金色 把未来要推动环境教育数位化的机制 还有环境教育的一些教学策略技巧 融合在一起 就规划了现在这个 既有新的办公金色 也有未来推动环境教育的一个产业 第一波这三个月 就是现在STCS 连二波有17项推动 在我们花莲县基本上要推动的项目 我们先做了初步的展览 将来这个一楼的整个空间 自我规划为我们环境推动 建设一个互动体验参观的一个场所 一切呢我们希望能够比照自然科学博物馆一样 是科技的 是现代化的 是互动性的 是操作性的 让每一个人来从这里一觉一乐 让每一个人来从这里可以学到一些 环保的基本概念 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占地超过4200平方公尺 是环保局旧厅社空间的两倍多 一楼为环教场域 二楼以上为环保局各科室办公场域 环保局行政科长赖金鹏表示 环教场域上代课程软硬体到位 并获环保署环教中心认证才会开始营运 现在一楼举办花莲院景展展期至年底 开放平日参观 未来环教课程规划将结合AR或VR互动设备 希望打造县内环教指标及领航基地 记得蒋邦夜环理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